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无羡滴滴吐槽 真是与在他房间的那个蓝望鸡拍若两人 他以为蓝望鸡没有听到 可是话刚落音 自己的手就被人握住了 干嘛? 虽然心里火气小了 但是魏无羡嘴上还是没有什么好语气 蓝望鸡不作声 只物质握着他的手 不让魏无羡挣脱 蓝望鸡的手掌很大 将他的手紧紧包裹着 温暖而后视 蓝望鸡 你可真是别扭啊 要是心里不舒服就说出来 魏无羡有些无奈地笑了 蓝望鸡的手一紧 眉心处聚拢起来 垂眸看着眼前的人 你知道 我又不是傻子 魏无羡白了他一眼 就算魏无羡迟钝 也能感觉到身旁突然冷下来的空气 从什么时候起呢? 魏无羡细细想了一下 应该是Andy给他夹菜开始吧 一顿饭本来吃得其乐融融 蓝望鸡破天荒地拍了魏妈妈的马屁 阿姨 你做的菜很好吃 把魏妈妈哄得没开眼笑 何不拢嘴 仙哥哥 你吃点这个 Andy加了一块排骨 放到魏无羡的碗里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这个的 魏无羡没有反应过来 看着那块排骨有点出声 他确实从小就很喜欢妈妈做的土豆烧排骨 虽然不知道Andy是听妈妈说的 还是他真的记得小时候的时候 魏无羡都不好推辞 谢谢 他低下头 刚咬了一口 就撕得吸了口凉气 这是怎么了? 魏妈妈关心的问 有点烫 魏无羡觉得耳根也有点发烫 刚才蓝旺鸡惊得太狠 舌头都麻了 一开始没有察觉 现在才发现都已经破皮了 吃东西的时候 疼得厉害 魏无羡一想起刚才的情景 不由得望向蓝旺鸡 可是那个罪魁祸首 却根本没有心灵感应 微微垂着头 目光落在他夹起 又放下的那块排骨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魏无羡突然想起 他作为主人 是不是也要给蓝旺鸡 加个菜什么的 阿羡 你明天休息吧 魏妈妈又问 魏无羡不知道妈妈这么问 是什么意思 他明天不上班 妈妈是知道的 那正好 你陪安迪出去玩一玩吧 顿时有好几道目光 都落在了魏无羡的身上 魏无羡只感觉头皮都有点发麻 那个 我明天还有点事 你能有什么事啊 魏妈妈很快打断了他的话 一副了人于胸的表情 Andy特地来看你 你也要进一进地主之意啊 魏妈妈将特地来看你说得很重 在迟钝的人也听出了点意思来 魏无羡偷瞄了蓝旺鸡一眼 正好跟蓝旺鸡的视线撞上 蓝旺鸡眼神淡淡的 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梳理 仿佛也在等着魏无羡给出一个答案 听说A市的环球影城很好玩 我早就想去了 Andy丝毫没有察觉到 两人之间的眼神性质颇高 好 让阿谢明天陪你去 魏妈妈立刻结话 就把这事给定下来了 魏无羡对妈妈自作主张很是无奈 不过他也不好当场搏了他的面子 纠结了一会只好答应了 毕竟不管怎么说 Andy也是客人 而且撇开妈妈的想法不说 他对Andy的印象不错 就像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妹妹 真吃醋了 魏无羡凑近了他 笑得如一只狐狸 蓝旺鸡又闻到了魏无羡身上那种淡淡的香气 在狭小的车厢里更加密集起来 他握着魏无羡的手一用力 就将人紧紧拥在了怀里 他就是吃醋了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他可是魏无羡的男朋友 可以光明正大地簇 魏无羡刚想笑他两句 突然唇上就被咬了一口 哎哟 你怎么像狗啊 还咬人 就咬你 蓝旺鸡说 听起来蛮不讲理 把魏无羡弄得哭笑不得 我跟他什么关系也没有 你也看到了 是我妈擅自安排的 可是你吃了他家的菜 蓝旺鸡声音闷闷的 把魏无羡听得心头一软 不是没吃吗 舌头疼得很 那块排骨最终也没有吃到嘴里 蓝旺鸡哼了一声 又不作声了 而且他还叫你献哥哥 这句话蓝旺鸡没有说出口 只是用眼神再次控诉了魏无羡一番 魏无羡暗笑 想不到蓝旺鸡还是个醋坛子啊 而且 这吃醋的样子 跟三岁的孩子也没有多大差别啊 就是把不爽完全展示在脸上了 一想起蓝旺鸡刚才还优雅的将饭吃完 并一脸真诚的再次称赞了妈妈的厨艺 魏无羡就想笑 这个人当时忍得有多辛苦啊 有蓝二公子这样及时无双的人在身边 其他的人哪能入我的眼啊 魏无羡心情一好 嘴就甜 此刻就是剪着好听的说 蓝旺鸡正了正 缓缓的回过头来 毛子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蓝二公子 魏无羡用手在他眼前挥了挥 看蓝旺鸡还是不说话 只是目光灼灼的看着自己 魏无羡玩心大气 就想逗逗他 蓝二哥哥 你就别生气了好不好 你叫什么 蓝旺鸡的声音里 有种难以察觉的东西 蓝二哥哥 魏无羡笑嘻嘻的又叫了一遍 越来越觉得这个名字还挺顺口的 有车子从远处开过来 灯光照进到了两人身上 魏无羡看到蓝旺鸡脸上的表情 原来要哄好蓝旺鸡还挺容易的 几个字就行 蓝二哥哥 他故意放低了声音 听起来既无辜又勾魂 蓝旺鸡哪里见过这样的妖精 当下低吼一声 就扣着魏无羡的后脑勺吻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魏无羡的手机响了起来 惊醒了缠绵的两人 魏无羡偷控瞅了一眼 果然是妈妈 两人气喘吁吁的分开 抱在一起 渐渐的平息着呼吸 魏无羡突然滴滴的笑了起来 你觉得我们像不像背着家长早恋的中学生 蓝旺鸡看了他一眼 认真的回答 其实也可以不这样的 只要魏无羡同意 他很乐意以一种新的身份再次登门拜访 有时候魏无羡会觉得 对很多事情都不必太较真 就像蓝旺鸡现在这样 他的神情让魏无羡有点不知道如何应对了 哈哈 现在说这个也太早了 魏无羡打了个哈哈 不早 蓝旺鸡轻轻地说 从第一次见到魏无羡 他就已经想过 很久之后 这个人会不会在他的身边 就像蓝旺鸡